吉安湘公所召开111年度第二次的农业发展咨询委员会议 乡长邮淑珍亲自主持和咨询委员们 共同来针对吉安湘农业发展进行探讨还有经验分享 希望能够精进农业技术也拓展多元的行销知识 来创造吉安光光农业的新指标 吉安湘公所成立农业发展推动咨询委员会 迈入第三年会籍产官学界、家政班、农业产销班 吉安湘农会和农民共同就未来的农业发展及时广益 透过众人、邻居的智慧、建言和创意 要让吉安湘的农业发展政策更到位 巧遇我们吉安农会100周年的周年期 我们相信农业的推展不只是农会单打独斗的努力 在工部门也必须要给予预助经费 还有农民权益跟工部门必须要协力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还有申请的动作以及一些农产农损的关怀 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多元面向的议题 我们应该更到位的让知识委员 寄注在吉安整个产学官各方面的一个推展 重要要项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来做 统整未创农民效益跟地方农业精进的很重要的论述 跟执行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和规划方向 乡长游淑珍表示乡公所定期邀请到产官学界代表 就农业相关议题来进行讨论 以推行乡内农业行销还有政策执行 乡公所也会持续向上争取农业经费 提升农作产值 在天灾的时候协力农民争取农损 和减商农会携手来保护农民的权益 相信透过中央、县、乡、农会和委员们的多方协力 可以共创在地农民收益价值的幸福有感 借旅会前一箱报道